當地網民發帖稱政府強行建垃圾廠 但周圍十多個村的村民毫不知情 該垃圾廠離各村距離在500米以內 而國家規定垃圾廠需距離民居500米以上 該廠一旦運作將影響全震上萬人的健康 記者就此致電土橋鎮政府辦公室一位官員對記者說 去年11月19日 土橋鎮政府發出《生活垃圾處理工程》 監禮招標公告稱 土橋鎮生活垃圾處理工程 前期準備工作已完成具備招標條件 決定對該工程進行公開招標 該算總投資1615萬元新建填埋廠一座 日處理生活垃圾25噸 該工程招標人臨下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 眾元西15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查詢時稱 至於被抓的八個村民 鄭政府官員稱已經全部釋放 長期關注農民權益的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 負責人黃岐對記者表示 其實農民的要求並不高 政府如果能夠把他們妥善安置 那麽很多類似的問題都可以避免 但中國大陸和地方政府為自身利益最大化 往往以低於市場土地價的賠負標準增收土地 農民不僅財產大幅度貶值 其身後繁擠也遭到破壞 加上低保 舍保 住房等均位更善 因此遭到各地村民的強烈抵制 引發大規模的群體衝突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喬龍採訪報導